Hello 大家好 我是鳴岳 好 我們今天呢 要來幹嘛呢 沒錯 又要帶大家去旅行啦 但是呢 今天比較不一樣的是 我今天要利用我們的IG 限時公開 來跟大家互動 就是呢 我會上傳 然後請大家幫我投票 收到你們的投票 然後我們就去你們投票的那個地點 好 那麼 我們就立刻上傳第一個 好 我們上傳了 然後大家趕快去幫我投票 然後我們趕快往第一個地點行動吧 好 那我們就出發吧 GO 好的 我們第一個投票結果出路啦 大家都選擇首爾林 所以我們來到了首爾林啦 好 那我們就去欣賞美麗的首爾林風景吧 GO 很大 真的很大 對吧 給大家看一下這邊 首爾林中間啊 有這種很大的地圖 大家都可以參考 因為它上面其實有寫英文啊 中文 日文 所以不用擔心說 喔地圖看不懂 所以我覺得非常方便 重點是上面有什麼內容 我們都會幫你寫的一情二楚 像是你要去哪裡借腳踏車啊 或者是車手在哪裡啊 所以大家可以仔細看一下 應該很多人很喜歡去公園野餐吧 尤其是台中的晴美 真的有超多人的野餐 但你知道嗎 我們看一下啊 我們的身後 有很多在野餐的朋友 他們不用跟台灣一樣這樣子 辛辛苦苦帶一堆東西 這邊有很多是可以直接租借這種 野餐專用的道具 所以你可以在這裡輕輕鬆鬆的來租借 漂漂亮亮的拍了照 然後再回家得到完美人生照 喔 有沒有看到這個 滿身滿骨的玉京香 真的很漂亮 然後搭配上這個夕陽魚韻 哇 可以看一下抽出幾多人在這裡拍照的 我們結束了索爾林的美景行程之後 我們剛剛啊 其實在開始索爾林的行程之前有上網請大家投票 所以我們要來確認一下結果的部分 好緊張喔 我們來看一下結果是 IG高人氣餐廳有1470票 直接壓倒新順利耶 觀光客必持久6068 好 那我們就往IG高人氣餐廳前進吧 GO 沒錯 IG人氣排隊美食 就是這間漢堡店 這間多誇張就是 我們啊總共排了 嗯 等待了一個多小時 而且是在飛見風時間 我要跟大家說一個小小的hip 就是呢 大家如果想要來吃這間漢堡店的話 可以就是去其他地方逛逛之前 先來登記你的手機號碼 這樣你就可以一邊逛一邊等 不用說喔 傻傻站在這裡等 所以我覺得非常方便 我點了招牌的漢堡 就是一般牛肉漢堡 好 我要來為各位試吃一下 有沒有網路上大家說那麼好吃呢 我吃下去其實有一點點驚慌的 正常我所吃的所做漢堡 其實你咬下去的時候會有點油 就是你整個肉汁噴發會有點油 但是它很清爽耶 而且它的肉啊是很紮實 不會讓你覺得很膩 所以 欸 還不錯耶 肉是完全天然的 好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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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超好吃 好吃好吃 好吃 好吃 你看這個蝦 它其實真的是太扯了 我下次來我覺得我要點這個來吃吃看 會見 我們剛才確認了一下我們 咖啡廳的投票結果 Oh my god 真的是 只差一點點而已 來到的就是 藝人的咖啡廳啦 然後敏兒選的這間 是市衛駿東海他們開的咖啡廳 為什麼會選這間呢 就是 其實敏兒在這裡真的看過東海兩次喔 不見得每次都會有啊 我們就進去看一下 看看有沒有 我那個幸運今天也遇到 好那我們就進去看看吧 我們現在進來裡面之後啊 剛才點餐的時候我問了一下店員說 欸東海有沒有很常來啊 結果他說 不太清楚耶 所以我覺得 嗯真的很不一定的感覺 然後就 憑個個人經驗而言 Super Junior現在剛好是在活動的時候 所以可能比較少來 大家如果真的想要遇到的話 可以就是找那種 發行專輯的空檔 中間真的沒有什麼活動的時候來 搞不好更容易遇到了 因為我兩次都是那樣 我們等了很久 我覺得今天應該是真的沒有機會遇到中海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個地方 我們點的最後一個地點 啊 他在選新的 哇幾乎是2比1耶 你看他選的是 好那我們就往XXX出發吧 我們來到新沙洞的菱英大道啦 沒錯很多人都很想要來這邊看一下對吧 而且我真的收到了超G5D 多留言跟我講說 我好想要去看新沙洞現在的樣子喔 所以我們也剛好順從各位的意見 來到了這兒 那我們就出發吧 8秒還是很大 依然很大 但是我剛剛看了一下還是有一點點的店有空著的 喔好少就關店了 但是Discovery 喔這件是新的 哇超大間的 來跟大家介紹一下這件衣服服飾店 它是賣一些韓國潮牌的店 基本上你想要的牌子這裡都會有 而且我覺得價格也還蠻便宜的 所以還蠻推薦大家來這裡看看 這裡啊就是很多人來到新沙洞會特別來秀香 但是它好像換地方了 因為我們上網看它是說 它在準備新的開幕 所以大家之後來可以稍微注意一下有沒有換新地址喔 好那我們再繼續往下走吧 比想像中多耶 這裡是空的 這裡也是空的這家好大間喔但不知道是什麼 這裡也有 短電的 空著的 有點可惜 這裡也有一間店關了 其實比我想像中多耶 因為我以為這裡應該就是都一樣 因為這裡人真的很多 這裡就整個很熱鬧耶 這裡意外的 也不是意外 這裡就是真的人很多啊 這裡店 怎麼到這個時間怎麼都還開著 很多店耶 很熱鬧啊 在這條街上啊幾乎我想的到的店都有開 但是剛剛很可惜的是 Dr. Judge已經關門了 可能是對時間已經晚了 但是大家很喜歡的Sappoon還有開著 所以我覺得大家可以不用擔心新沙洞 基本上大家知道的店都還開著 好的各位 我們今天這樣子啊 利用IG跟各位互動的旅行 不知道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有沒有參與我們的投票呢 或者是還想要我們這樣子旅行去哪裡的 都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吧 好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裡結束囉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要記得按下我喜歡 訂閱並且分享給你所有的朋友 好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